大家好,我是一佩 今天要跟大家来谈谈钱的话题 我常在讲,如果你跟金钱的关系处得好的话呢 你可以得到一个幸福的一个人生 但是呢,如果你跟钱的关系处得不好的话呢 那么你的精神可能会受到困扰 同样的,如果你处理金钱没有智慧的话呢 那么你将有可能会成为金钱的奴隶 那谈到钱呢,钱不是万能 那当然有人说有钱万万不能 但毕竟呢,钱不能换得所有的幸福 但是呢,我们的一生当中呢,都会跟钱有所往来 所以呢,我常在讲这个理财呢,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 那理财呢,其实要跟呼吸一样 就是他每天都需要这个呼吸 那呼吸呢,要保持一个自然平衡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小钱 所以今天一辈子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样来处理我自己的小钱的 好,那我平常呢,处理这个小钱的方法就是 因为可能以前工作忙碌的关系 所以我常常就是有很多小钱呢 有时候就不是很在意 后来呢,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拿钞票出去呢 找怀来的钱呢 我全部都会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面 那隔几天呢,我就会把它拿出来做整理 那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样去找钱呢 反正那些钱全部都归在一个大袋子里 然后呢,大概两三天的时间呢 我会拿出来,就是放在像类似 我想大家在Seven都有看到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击臂盘哦 这样的一个设置 那它其实呢,非常简单 但是呢,我最喜欢的就是说 因为它有分类有五十十块 五块跟一块钱 当然,我最喜欢就是存的这个 五十块钱的这一格 那大家不要小看,这五十块钱呢 如果你给它存满一排的话呢 它就有两千五百块钱的金额 那假设这一盘呢 全部都放满的话呢 大概有三千五百一十块钱的金额 所以你想想看 假设我们一个月就是说 我完全没有花心思 就是把零钱拿回来呢 全部把它挤满 那随手这样一挤满呢 一个月就有三千多块 那么假设呢,我把这个三千块钱呢 三千多嘛 那我只拿三千块出来呢 拿来投资一个类似于股票型基金 或者是其他的投资工具 假设它的投资报酬率是六%来讲的话呢 那么经过定期定额的这个投资呢 其实我只要不到三年的时间呢 我都是以十万块钱为一个单位 也就是不到三年的时间呢 我就会累积一个十万块的一个unit 那这个十万块钱呢 累积到之后呢 我再去做单笔的投资 也就是说我平常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不经意的 我只是把零钱累积起来 那么呢三年的时间就会有个十万块 三年的时间就会有个十万块钱 同步这三万块钱的单笔的投资 在进行的状况下呢 那定期定额的每个月的三千块 一样在进行哦 那每隔三年呢 它就多一倍 所以呢 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理小钱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可以运用生活上中的这个小钱呢 也可以变成大钱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 所以我常说呢 人最大的敌人呢 通常就是我们自己 而一个人呢 有理财跟没有理财中间最大的差距呢 可能就是在于一个理想的人生 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呢 就是把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不经意的小钱呢 好好的做一个理财的规划的话呢 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帮助我们实现梦想的一个大钱 好 希望今天提供的方法呢 对大家有所注意 那么下次呢 再跟大家来分享 怎么样呢 可以跟金钱的关系处得更好 那也希望大家呢 有兴趣的话呢 多订阅我的留言配频道哦